頒的是潛力猩猩獎 嗯哼 這個潛力猩猩獎很厲害喔 我們呢有選出25組 在網路上之後呢 整個投票的過程超過20萬人來投票 哇 不簡單耶 真的是這樣選選選選選選到 所以他們都坐在那邊 要邀請我來頒發這個獎 他一定要相當有實力喔 對 第一個我覺得他八字就要夠重 因為他是美妝保養類 讓我們來看看入圍的有 請看 第二位呢是我們可愛的吳佩佳 佩佳 第三位就是幽默擔當 CINDY 最喜歡看她的影片啦 還有還有 第四位入圍的是誰呢 沒有錯 她就是小千女 鄭雅雲 還有一位喔 她就是吉利 在我們的Vogue的專訪裡面呢 她就說她是一個很醜怪很可愛的人 怎麼會說自己醜怪呢 她那麼可愛 那麼可愛 好 以上呢是我們的美妝保養潛力欣欣的入圍名單 得獎的人已經在信封裡面了 美妝保養類 得獎的是 恭喜CINDY 恭喜CINDY CINDY 原本呢 大學念的是廣電系的電影組 沒有想到後來沒有當導演 念的是美妝的 也做了美妝的Youtuber 幽默 然後呢 可愛 又沒有藕包 這樣子的風格 讓大家非常的喜歡 好 好 那我們請CINDY 好 我們先一張合照 好 好 那我們讓CINDY拍一張 來CINDYSOLO拍一張 OK 漂亮喔 好 來 CINDY幫我們發表一下得獎感言 Microphone 上一次得獎應該是高中的演講比賽吧 所以現在有點緊張 真的喔 對 得這個獎 最主要謝謝就是每天不厭其煩幫我投票的粉絲們 就是 是靠他們才能得這個獎 然後也非常感謝這一路上一直陪伴我 幫助我 還有 愛我的人 對 謝謝 今天的妝容的重點是什麼 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想說光應該會很強 對 所以要有一點 亮亮的感覺 喔 有一點sparketing的感覺 對 所以他那天著重在他的那個 眼影 對 眼影 對 對 我們這個是一個 international的一個 Awards so we have to speak some English 不要英文 浪英文 No we have Heli and Kool 那坐在那邊 所以我們要talk some English Thank you so much 恭喜 謝謝 這邊請 麥克風還給我 謝謝 恭喜恭喜 哇 這都是後期之首 沒錯 恭喜 恭喜 恭喜